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5万元了 又一个里程碑啊 这其中离不开您的贡献 今天呢 统计局发布了2023年的各项经济数据 先看收入方面 去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9,218元 同比民意增长6.3% 其中呢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1,820亿元 增长了5.1% 看到这个数据之后我挺感慨的 咱们和大佬们平均起来真的是有钱啊 一年5万多 相当于城里人平均月薪4000多 看上去不高 别忘了 这只是可支配收入 可支配收入指的就是拿到手之后 可以选择花出去或者是存起来的收入 扣掉了税金 社保 以及房贷那些 如果再算上那些的话 那平均月薪能高出一半 接下来呢 看一下消费方面 去年人均消费支出26,796元 比上年民意增长了9.2% 没有通胀的情况下 还能有这个消费增速 看来咱们跟大佬们平均起来 也挺能花钱的 交通通信 文化娱乐 还有医疗这几块 增速都是15%左右 是消费的主要拉动力量 再来看经济大盘方面 去年全国生产总值126万亿 增长了5.2% 全球遥遥领先 城镇调查失业率5.2% 稳中有降 值得一提的是 从今年开始将会新增统计 两个新的失业率数据按月发布 一个是不包括在校学生的16-24岁失业率 一个是不包括在校学生的25-29岁失业率 去年这两个群体的失业率分别是 14.9%和6.1% 高于平均水平 待业的青少年还是挺多的 反正总体来看 各项经济指标都是比较优秀的 我们普通人可能会感觉到 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在有钱大佬们的带动下 平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这里恳请各位大佬为国接盘 让A股的增速能匹配得上您的增速 让我们也能跟着喝口汤 得了某种病以后 只有一种药可以治 但是居然有人把这个药给垄断了 然后再涨价几十倍卖给你 你愿意为人家这么宰吗 几年前电影《我不是药室》里面讲了一个故事 说主人公帮助患者用上了 便宜了几十倍的廉价药 可是现实呢 有人吃人血馒头啊 每年靠这个狂赚十个亿 干这个事情得有四家药企 其中负责生产的是上海医药的子公司 上药生化 另外三家湖北的药企 要么负责买原料 要么负责搞销售 背后是同样一个老板 具体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药叫做注射用硫酸多年均素B 就这个常见的小小的玻璃瓶 里面就几克的药 但每瓶的价格卖到2300块钱 它主要是用来治疗 感染了某两种细菌的 目前是唯一的特效药没有替代品 那根据上海市场监督局的 处罚通报里面说 这个药在国外的价格 平均也就只有65块钱 而咱们这边的价格翻了40倍了 有个患者的家属 曾经在网上吐槽 说他父亲生病了 一天用了5支呢 负担不起了 有患者还帮他支招说 用进口的吧 每支才三四百呢 有没有感觉这个剧情好像是念反了呀 明明几十块钱的东西 怎么抬价到2000多的呢 这里面就是几家企业的相互勾兑了 具体的流程是这样的 湖北那三家企业不是一个老板吗 他其中一家先从国外按照 每克80多的价格买这个药的原料 然后再按照每克 1.8万到3.5万的价格 拿给国内唯一一家 能造这个药的厂家 上药生化去加工 这里面呢有个技术问题啊 就是医保实行两票之以后 你企业不可以说明目张胆的 加价个几十倍在卖 那湖北老板怎么操作呢 他拿几十个马甲企业 不停的来回倒腾 加价 就这么慢慢的把价格给抬上去 而上药生化也不是省着的灯 利益同盟嘛 我加工费也狠狠的收呗 高到什么程度啊 每支的加工费 先是从140涨到了200 今年一月份又涨到了230 反正光这个加工费 在国外就可以买几支药了 这一顿骚操作的结果就是 原来只需要几十块钱的药 硬是卖到2300块钱一支 谁买单呢 患者 还有就是医保基金啊 那根据上海医药的年报 光去年一年 这个药卖了75万支 十多个小目标的利润啊 就这样进到了 这四家企业的口袋里去了 后来呢 还是监管层发现了这里面的猫腻 一查 上药生化通过加工费 加上其他的方式 一共非法获利3.35亿 然后呢 监管居在前几天开出了 具体的罚单了 按照上药生化的获利金额 加上销售额3%的罚款 总共罚了4.6个亿 其他三家 根据获利的金额 湖北老板被罚了 接近8个亿 有可能是这几家企业 在接受调查的时候 量化交易将被收取更高的费用 也将会面对着更严格的监管了 今天深交所发布了 量化交易的管理细则 并且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可能就是 差异化收费 交易所呢 将会根据量化交易的申报 撤单的频率 以及笔数的不同 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 也就是交易的越多 交的钱越多 此外呢 还要加收流量费 以及撤单费 那除了加收费用之外 还取消了量化交易的特权 所有交易者一律平等 券商不得再为量化提供便利 也就是不能再优先 向量化提供信息 提供交易通道 同时呢 还把北向资金 也纳入到了量化的监管范畴 此外呢 还修改了异常交易的监控标准 像之前的异常交易监控 针对的是单一账户 或者是单一股票 并不适合量化这种 用多账户做多股票的 打团战的行为 但以后的监控呢 将会聚焦在高频交易本身了 总的来说呢 量化交易需要更加严格的申报 按照交易频率和数量 加收费用 不得享受任何的特权 其实呢按理说哈 量化交易是现代信息技术 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一系列成熟市场量化交易的比例 已经达到了50%了 美国甚至有70% 像西蒙斯这传奇的投资者 都诞生于量化交易 那这么看来 其实量化交易也挺正常的呀 可为什么在A股 量化交易会有这么多人讨厌它呢 原因或许就在于不匹配 咱们A股的量化 呈现出了发展快 路子野的特点 A股的量化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占到了总交易的30% 成为了影响市场波动的重要力量 那A股自然认投资者占到了99% 突然多出了30%的主力 相对于那些以机构为主的成熟市场 高比例的量化在散户市场里 就显得更加的不匹配了 况且呢 这个主力并不靠谱 不同于成熟量化 主要依赖的是数学模型 咱们A股的量化 主要依赖的是高频对冲 比如说之前盛行的DMA模式 就主打借钱对冲 量化找券商借来四倍的杠杆 一手买入一揽子股票 一手买做空股指期货 看着好像挺稳健的 但如果遇上像今年这种情况 有几千只的个股在不断的下跌 但是偏偏指数却还稳中有升 那可能就两头挨打 只能被迫抛售个股 造成更加极端的波动 不但坑了股名 也坑了自己 比如说今年初 有17家百亿级的量化字幕 都跑出了指数 甚至还有量化巨头 被传出破产清盘 量化占据了技术 信息和交易速度的优势 打法也比较的野蛮 涨的时候反复收割 跌的时候火上浇油 因此引来了散户和监管的针对 但实际上量化已经成为了 全球市场的主流工具了 一刀切的取消肯定是不现实的 也不合理 但是也不能放任不管 那这回的管理细则就显著降低了量化交易的不规范 不公平的程度 同时大幅的提高了量化成本 对于市场的规范来说 那肯定是个好消息 恒大的年报 之前一直因为审计的原因难产 拖着就是出不来 但是昨天晚上突然是一口气 他把2021年和2022年这两年的年报都给发布了 但是他的股票还是没法复牌 首先简单总结一下 恒大目前的负债情况是2.44万亿 什么概念呢 最能赚钱的茅台 也得干上40年才能还得上 过去两年里 他亏掉了8000多个亿 而目前他能够用的钱 只有账上的43个亿了 虽然说恒大表示 庞大优质的土地储备 是他们能够保交楼 能够还清债务 能够恢复正常经营的坚实基础 但是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烂摊子 恒大今年1月份刚换的审计机构 发表的报告里都说了 我们对于这两份年报还是无法发表意见 第一是因为恒大这么大的债务 未来能不能持续经营 我们也不确定 第二是有部分员工的离职 导致我们拿不到足够的审计资料 那到底这两份年报里都说了些啥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 恒大为啥能够亏这么多 2021年爆雷之后 恒大的房子又卖不动了 21年亏掉6862亿 22年亏掉1258亿 两年就这么亏掉了8000亿 这个亏损额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在恒大最最风光的 2013年到2020年这8年里 它总共也就赚了2300多亿 一波就给亏完了 第二恒大还有多少家底呢 我们知道恒大现在有2.44万亿的负债 账上的现金只有43亿 但它的总资产有多少呢 也只剩下1.84万亿了 这些资产主要是正在开发中的物业 意思就是说呢 你居然现在把恒大砸锅卖铁给卖了 都是还不清它这个债的 第四现在恒大还养着多少的员工呢 到2022年底它还有10万名的员工 其中恒大汽车有4500多人 恒大物业有7.21万人 而它地产开发部门的员工 比上一年减少了36.9% 而按照公告里的数据 这些员工2021年的平均年薪还有12万 到了2022年平均年薪已经大幅降低至4万了 第五个问题 恒大已经发布了年报了 怎么还不能复牌呢 恒大已经停牌16个月了 而按照规则联交所有权把连续停牌 18个月的任何证券除牌 但是恒大它现在虽然是发布了年报 但两份年报不是都被审计机构 出去了非标准报告吗 同时恒大还占用了恒大物业 134亿的那个存款案还没解决呢 所以想付牌哪有那么容易啊 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 在地产行业里面已经卖出去了 但是还没有交螺的房子 这个叫做合同负债 截止到2022年底 恒大还有7200多亿的合同负债呢 在这些钱的背后呢 至少又是几十万个已经交了钱 却还没有收到楼的家庭 公布了真实家底的许老板 现在得面对的是2.4万亿的债主们 还有10万靠着恒大吃饭的员工 以及几十万个眼巴巴的盼着交楼的家庭 那咱们还能说什么呢 不就只能盼望许老板加油吧 今年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 稍不留神可能就会让你血本无归 牛伞中哥都说 他以后再也不敢重仓一只股票了 咱们今年呢恐怕一定要把四个字 作为第一原则 哪四个字啊 不要踩雷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九分钱的A股 ST保利一个月从一块钱到九分钱 上个月买一百万 这个月只剩九万了 月初的时候呢 曾经的医药白马股 贵州百灵 因为财报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 就毫无预兆的被ST了 十万伞户闷声吃下了七个跌停 今年还不到五个月呢 已经有七十多家新增ST 二十四家直接被退市 提前锁定了A股有史以来最大雷年 就连牛伞中哥都说 现在不敢再集中仓位了 再看好 仓位也不敢超过百分之二十 生怕突然被ST 牛伞都这么谨慎了 那对我们这些雄伞该怎么办呢 只能在三方面做出应对 仓位 时间和策略 具体怎么说呢 首先在仓位上 哪怕走出牛市啊 仓位都应该避免单调缩哈 可以加大配置ETF的比重 比如说你看好指数就买指数ETF 看好行业就买行业ETF 尤其是那些对于公司分析 对于股票的选择不太擅长的朋友 可以降低一些收益预期 配置一些这种组合标的 那么在时间上呢 盯紧一年四次财报发布的时间 绝大多数的雷都会报在财报的第二天 所以呢得盯进手中公司的财报预告 财报发布的当天就不要大幅加仓了 甚至减掉一些以防万一 这里呢有个小知识提醒一下大家啊 财报实际的发布时间 并不是预告的那个时间 而是预告时间前一个交易日的晚上 比如说预告时间是4月30号 那实际的发布时间就是4月29号的晚上 在策略上呢 加大对于流动性跟趋势的关注 新规之下 A股加速分化呀 以后大概率会跟港股美股一样 出现大面积的仙股 也就是那种不断的阴跌 也没有什么成交量的僵尸股 所以呢就不要再去重仓那些 1000万就能拉上10个点的公司了 因为这种公司万一出什么事 你跑都跑不掉 趋势方面呢 则应该更多的选择顺势而为 也就是买强不买弱 追涨不抄底 而且呢在趋势破坏的时候 及时止损 那那些对于基本面比较挑剔的朋友 干脆就删凡就剪吧 只做财报最好的公司 今年我们看到财务造假密集曝光 但是你要知道啊 造假的公司 它一般不会把三张表做的无可挑剔 各项指标都做到行业第一吧 就好像考试作弊的学生 可能会超到八九十分 但是呢 他超不到第一名 总之啊 今年避免翻车是第一 而追求多少收益 恐怕只会是一后面的几个零 之后 明尾 柯 寞 大